昨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将对价值约110亿美元的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理由是 世贸组织发现欧盟向空客公司提供的补贴 对美国造成不利影响 此前一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 称将启动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的程序 拟定可能会加征关税的欧盟产品 发布初步征税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 另据媒体透露 欧盟也在准备对美国违规补贴波音公司发起报复措施 分析认为 此举将令波音空客两大公司的补贴诉讼大战日趋复杂化 并可能进一步加剧美欧之间的经贸摩擦